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经常吃芹菜可以平干清热增进食欲 而且还能够建脑和促进血液循环 是很好的建脑蔬菜 菠菜 菠菜被称为大脑食品 它含有大量的叶绿素 有防止大脑老化的作用 每天适量的吃点菠菜 可以防止记忆力减退 有很好的建脑抑制的功效 香蕉 香蕉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 香蕉营养丰富 热量还低 而且其中还有被称为智慧之炎的磷 所以经常吃香蕉 有补脑的作用 龙眼 龙眼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它含有了多种营养元素 比如蛋白质 磷 铁等 所以龙眼是健脑抑制的佳品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子 现在很多人都有起床困难症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必须艰难的离开床 那么起床后 第一件事你会干什么呢 是穿衣服 上厕所 还是喝水呢 我们起床后 有个黄金九分钟 充分利用好这九分钟 做做养生操 就能够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哦 第一 双手对搓一分钟 每天早上起床以后 将两个手快速对搓三百次 可以帮助调和阴阳之气 疏通六经 强化内脏 对肩痛 眼睛疲劳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第二 用手磨头一分钟 可以由前额一直磨到后脑勺 这个磨头可以促进脑部的血液回流 能够帮助我们头发更黑亮 第三 做身躯运动一分钟 双手在胸前握拳 然后抬起左脚 同时将双手和左脚向前伸 然后再换右脚 这样运动可以使血液迅速回流 给心脏供给足够的氧气和血液 第四 蹬脚心一分钟 两个脚心相对 然后用一只脚的脚跟 蹬膜另一只脚的脚心 两只脚交替做 这样蹬脚心可以引导肾脏的虚火 及上身的灼气下降 还能够清干明目 简单的几个小动作 只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一做 就可以帮助我们健康长寿 和乐而不为呢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现在的人经常在外面吃饭 抽烟又喝酒的 所以很多人都患上了痛风病 那痛风病啊在人体的各个部位都可能发生 而且啊会引起关节 序列的疼痛 那木子今天就给大家呢 推荐一个可以缓解痛风的血位 这个血位呢 就是我们脚上的束骨穴 经常按摩这个血位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痛风 那束骨穴呢 就在我们脚的外侧 小脚趾的后下方 吃白肉记处就是了 这个血位按摩起来呢 也非常的好按摩 只需要呢用食指按揉就可以 而且呢两个脚的血位都要按到 每个血位按摩三到五分钟 要让血位周围感觉到发热 一般最少啊要坚持按半个月 如果家里呢有刮沙板的 也可以呢用刮沙板刮 同样也是刮五分钟左右 也能起到缓解的效果 因为这个血位呢 属于足太阳膀胱精 有舒筋活络 散风清热 清理头目的作用 所以呢只要坚持按摩 或者是刮沙这个血位 就能够缓解痛风 引起的指关节 回关节的刺痛肿胀了 那平时啊 预防和治疗痛风 除了血位按摩以外 还应该遵循三多三少 就是呢 多喝水 少喝汤 多吃碱性食物 少吃酸性食物 多吃蔬菜 少吃饭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